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ا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رب شرح لصدري ويسر لأمري وحلوا لقدة من لساني يفقه قولي اللهم آم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 叔叔阿姨 前辈们 我们现在在 رمضان月的最后十天 也是最为尊贵的十天 是一个行善的季节 是一个拼搏的机会 而诸多的善行当中 其中一项就是学习知识 互相提醒 重新焕发信仰的生机和动力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善行 所以除了封斋礼拜 送读 Qur'an 做读ع 祭祷阿拉之外 学习知识 我们也希望通过它 凭借它 能够利用好 最后这几天的这个集庆 然后能够获得为此 以下阿拉 那么首先就是跟大家 做一些比较笼统的鼓励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普兰经》里的一段的一个讲解 那这个鼓励就是 阿拉之外 他是阿尔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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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普遍仁慈的 也就是说 阿拉之外 就是对于所有他的被造物 都是仁慈的 哪怕是不信道者 不信道者 他也在吃阿拉 给他的 他也在喝阿拉 所降下的雨水 他也在这个呼吸 阿拉 给他的空气 阿拉 在维持他的心跳 即便他没有信仰 即便他甚至 这个攻击这个信仰 去违背阿拉的教导 但是阿拉 是普遍仁慈的 我开策 阿拉 哪些人群呢 比如说信使们 一种解释 说阿尔 阿尔 指的是在今世当中 阿拉 普遍的 辞命 他的这个被造物 但是在后世 在复生日 只有信使们 得到一种特殊的仁慈 那就是原谅和饶恕和宽容 以及保护他们 免作活跃的刑罚 允许他们进入天堂 这是给信使们 那种特殊的仁慈 再比如说 阿拉 我这里说 无论你们在哪里 他是与你们同在的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视觉 他的听觉 他的知识 无论你们在哪里 他看到你们 听到你们 知道你们在做的一切 所以他说 无论你们在哪里 他是与你们同在的 那这是一种 叫马亦 普遍的这个同在性 普遍的马亦 但是同时在火轮当中 你又会发现 他有这个马亦和阿尔 有这个特殊的同在性 也就是说 除了阿拉 兼查万物之外 他又特殊的 与一些人群 关系很近 比如说 在国安当中 他说他的确是 与坚忍者同在的 也就是他与坚忍者的 距离是很近的 他也说 你应当知道 阿拉是与敬畏者同在的 阿拉是与信使们同在的 的确 阿拉是与那些 有敬畏心的人 并且行善的人 是同在的 那这就是一种 叫 马亦和阿尔特殊的 特别的这种 同在性特殊的 这种 关系 所以 我们在享受着 阿拉的普遍的人词 和普遍的这种 陪伴的同时 也要追求 获得他的特殊的人词 和特殊的这种 陪伴 特殊的关系 所以他说 你们一定会 一层一层的 一阶一阶的上升 所以 这个信仰 以及我们与 阿拉的关系 以及我们的 这个 去往后世的旅途 它不应该是 一个原地踏步的 它不应该是 我一年前是这样 今年还是这样 实际上 阿拉给我们设置的 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 每天的五次礼拜 每周一次的 每年一次的 一生一次的 这些时间的 站点 都是为了让我们 拿它们 作为一个标杆 来看一看 自己的进步 和这个成长 也就是说 从今天早上 比如说 从刚才 上礼 到现在 马上就要到 这段时间 我有没有更加靠近 我的善心 有没有增加 我的这个品格 有没有改善 我也没有成为 一个更好的穆斯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浪费了 这些时间 而这些时间 不会再回来了 生命是有限的 你一生当中 一生当中 呼吸的次数 是已经写定的 你每呼一次气 然后输一次气 你的这个 生命就减短了一些 所以 每一个植马 到下一个植马 也是一个标杆 从上一周到这周 我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更加靠近 有没有增加我的善心 从上一个 到今年的 我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是需要 追求和鼓励自己 不断的上升 和不断的前进的 你们要一层一层的上升 那在 哈蒂斯 吉布里拉当中 就是著名的那些哈蒂斯 天使 吉布里拉 化作人形 来找先知 并且问了他 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 他说 告诉我 他说 回答了 伊斯兰就是 念离这课潮 对吧 武功 然后问 告诉我 信仰是什么 他说信仰就是 我们先回应 这个阿赞 这个听到阿赞之后 这个读啊 非常重要 就是 里面提到了一个 就是先知 有的一个特权 那就是他在复生日 他有说情的特权 人类会在复生日 非常的紧张恐惧 然后他们就会 想找人 给他们说 请想找人来 保护他们 首先会去找 阿赞 阿里 伊斯兰 然后说 阿赞 你是我们的祖先 你能不能去 给 Allah 说 阿赞 阿里 伊斯兰 说 这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工作 我今天要担心自己 说你们去找 这个 他可以说是 这个第二人组 与他同道的人 都是信仰的 然后他们去找 诺 阿里 伊斯兰 诺 阿里 伊斯兰 也说 这不是我做的事情 你们去找 伊布拉 伊 然后就 伊布拉 然后又找到 所有的这些先知 都说 我只能过我自己 今天 我担心我自己 我没法替你们说情 直到最终 阿里 伊斯兰 说去找 Muhammad 然后人们去找 Muhammad 然后先知 说情就是 留给我的一个任务 然后他就会 给他的 奥马 说情 但是 凭借 阿拉 的允许和抑郁 替那些 值得被说情的人 去说情 而其中一个 获得这种 说情的一个途径 就是 在听到阿赞之后 做这个导 大家之后可以去学习 可以查阅一下 这个导 大家背诵下来 每次听到阿赞以后 要念这个导 我刚才提到 他有 普遍的人词 有特殊的人词 有普遍的陪伴 有特殊的陪伴 然后我们 要一级一级的上升 要不断的前进 要不断的成长 对吧 要不断的变得更好 那么怎么样能够 这个 然后又提到 在哈蒂斯吉布里里当中 这个先知 阿里斯拉罗斯提到 伊斯兰是一个层次 念里摘克超 以曼是一个层次 六大信仰 信 Allah 信天使 使者 前定 后世 还有这个 经典 然后又提到 以赞 杰出的信仰 最高级的信仰 以赞就是 如同你能够看到 阿拉那样去崇拜他 即便你看不到他 他是看到你的 所以 从这些哈蒂斯当中 我们也能够看到 这个宗教 它分为不同的层次 因为最终 先知 阿里斯拉罗斯说 他来到 是为了教给你们 你们的宗教 那就说明 伊斯兰 伊末 以赞 这都属于是这个 都属于是这个 宗教当中的 不同的这个层次 那我们 我们想要不断地提高 不仅要做一个 穆斯林 一个顺从者 这还不够 还要提升成为 一个木名 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 这还不够 还想要最终成为 一个穆斯林 一个杰出的 优秀的 这种达到至善的 这样的一个信誓 然后当你不断地 这个成长 当你不断地提升 当然你靠近了 阿拉书 你也会特 你也会得到一些 特殊的恩典 这是肯定的 所以中国人 有时候喜欢说 珍珠 特辞你啊 给了你特殊的人词 和恩典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没有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个人 他的这个记忆力 非常好 背诵 福安背诵的非常快 或者是 给了他非常健康的 强健的身体 他夜间里 两个小时的礼拜 三个小时的礼拜 不觉得累 他能够站得住 或者有些人 每周一每周四封斋 或者有些人 他这个知识 非常的丰富 或者有些人 他乐于助人 有很多的善行 然后人们就 就很羡慕地说 啊 珍珠 特辞 但是人们不去想 这个特辞是怎么来的 的确 阿拉书 特辞他所抑郁的人 但是我们 就在我们这个接收房 是有一些特征 或者品质 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机会 获得来自于 阿拉书 的特辞 因为在 广书当中 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节文 结尾的时候是 以便你们获得仁慈 也就是这些节文 在告诉我们 是有一些公式的 比如说 你们顺从 阿拉书 顺从使者 以便你们获得仁慈 对吧 是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以便我们能够获得 来自于 阿拉书 的特殊的人慈 而当你获得 这种特殊的仁慈 当你 与阿拉书 的关系 如此之近 那就像他说的 如果敬畏 阿拉书 阿拉书 会给他出路 任何看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 看起来 身陷绝境 看起来 已经没有办法了 有敬畏心的人 有这种特辞的人 他就找到出路 总是有出路 然后 他能够从他 意想不到的地方 去攻击他 激养他 这点真的 如果你尝试一下 做静 你尝试一下 去这个 哈资或者 你不会饿肚子的 当你真的有那种 你绝对不会饿肚子的 就像先知 所说的 如果你们真的 完整的 完善的 脱靠 像他值得 被脱靠的那样 他会像攻击鸟 一样 攻击你们 鸟是怎么被攻击的 鸟早上出去的时候 是空腹出去的 晚上都是饱腹而归的 鸟他从来不会担心 今天我会饿肚子 因为他知道 全世界的主宰会攻击他的 而且他不担心 明天的 我今天出去 今天吃饱回来 明天出去 明天还有明天的饭 他不会想着 我退休了以后怎么办 我这个 人身保险 他就一天有一天的 所以这就是鸟的 一种脱靠 我们应该有这样 一种脱靠 但是这就是获得 阿拉的特词之后的一种 可以说特殊的恩典 他也说 如果真的脱靠 他就是足够了 会满足他 任何你所需要的 就心想事成 任何事情就会变得顺利 心情就会舒畅和愉悦 行为就会端庄 端庄 阿拉就会保护你 你免遭罪行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 尊严与荣耀 然后你就会受到 人们的尊重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 你不断的这个提高 自己的信仰的 档次和等级 以便你达到 这个新的高度 那么 在提到这些之后 就说我们 都希望 这个 不断的要提升 就是 在云云众生当中 首先有信仰 这已经是一个 大的飞跃 有信仰已经让你 这个 达到了一个 很高的高度 但是在有信仰的人当中 又有不同的等级 所以 你比如说 达ود和 苏雷曼 两位先知 我的确赐予了 达ود和苏雷曼 知识 他俩说 的确 感赞 他的确 已经让我们俩 超越了 许多 他的信道的 同样是 有信仰的人当中 有些人的 这个 评级是更高的 在这里提到的 一个因素 就是知识 提升你们当中 有信仰的人 和有知识的人 若干评级 随着你的信仰的增加 和知识的增加 你的档次就是提高了 然后你的这个恩典 就会增加 你的生活 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会有一些秘密 你没法解释 只有你 达到那个等级了以后 你能够体会到 当你感觉到 那种与 阿拉夫 的临近 很多时候就是 你真的能够感受到 阿拉夫 在 就是参与你的生活当中的 一切 点点滴滴 他在 他在 非常细致的 改善和调理你的生活 有的 他在 管理你的事物 然后 他就是引导你去向 一切对你好的结局 这些都是 当然前提条件是 我们要获得这样的一种 品级 去提升这样的品质 那么在 在准则章的最后 阿拉夫 提到了 阿拉夫 的一些品质 知人主的仆人 他有一系列的品质 这些就是让我们获得 这种提升的一个 非常好的公式 阿拉夫 这个称呼 知人主的仆人 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有荣誉的称呼 因为人类被创造的目的是 阿布 对吧 是崇拜 那么他们既然是阿里拜的 有学者说这里的阿里拜的 他不是阿布的附属 而是阿阿比的附属 是崇拜者的附属 这些人就是知人主的崇拜者 知人主的仆人 那首先这个名字就说明 他们 在践行自己被创造的 这个意义和使命 他们在做该做的事情 之前有没有分享过这一段 跟大家 还没有吧 没有以上 那 在这里 阿拉夫 提到这些 知人主的仆人的一些品质 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培养的品质 他说 知人主的仆人是哪些人呢 是那些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人 当愚蠢的人 来提及他们 就是想要激怒他们的时候 跟他们说这些 谗言 跟他们说这些 就是没有意义的话 或者想要挑衅他们的时候 他们回复 平安 这是第一个品质 他们是谦虚的 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是轻柔的 不是这个得意洋洋的 不是傲慢自大的 不是大富翩翩的 而是一种轻快的 这个轻柔的 谦虚的行走 这个圣门弟子们描述说 先知 他走路的方式是好像在走下坡 就是好像在一个下坡的山路上 比较快的 步速是比较快的 步子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就是一种很轻柔的 很这个匀称的 很得体的一种行走 那知人主的仆人在大地上谦虚而行 当愚人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回复平安 当有人没有知识 品完全是凭借这个自己的私欲 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agenda 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目的的 去攻击Islam 去攻击穆斯林 或者去挑衅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就回复说祝你平安 这里面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品德 就是说他不跟人争吵 这里面也有一种智慧 就是人的理解和认知 在不同的层次上 如果不在一个层次上 你说也就是对牛弹琴 他也他也不懂 他这个他 你也没法跟他就说 最终达成一致 那对于这样的人 你就祝你平安 就Slam 然后就等待他自己去学习 等待他自己去成长 也许有一天 他自己就恍然大悟了 所以有学者就教他的学生说 就是智慧的一部分 就是不要跟愚人辩论 然后有个人说我不同意 他说啊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 就是 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 难道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不是说有知识的人 要看不起没有知识的人 而是说他要有这样的一种分辨 他要看一看这个听众 究竟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这个人 他就属于这个描述 这个 对吧 就是愚昧的人 他完全就是 没有任何的知识 没有任何的这个理据 然后就完全是凭借私欲去说话 那你就 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辩 因为他也不接受你的这个 分析和判断和证据和道理 就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 然后他说 这些人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夜晚呢 他们为了他们的主宰而站立和叩头 所以这个夜间拜非常的重要 当先知阿里斯拉图桑 第一次到达摩地纳的时候 他对摩地纳的人说 互相传达平安的问候 保持亲属之间的联系 当人们都在睡觉的时候 你礼拜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的进入乐园 他提到了就这四项东西 第一互相传达平安的问候 这是社会安全和安定 第二政绩平民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 第三保持亲属的联系 这是社区关系的维护 人际关系 第四人们都在睡觉的时候 你礼夜间拜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的进入乐园 他为什么要强调 人们睡觉的时候 你晚上礼拜呢 因为这样最大程度上 保护自己免遭公民钓狱 就真诚的只是为了 阿拉做这件事情 不需要任何人看 不希望任何人看到 对吧 与阿拉的独处 而且礼拜 你晚上一个人礼拜的时候 也是更加容易专注的 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 知人主的仆人 他们的夜间 为了他们的主宰 站立 叩头 而这就是 阿拉当月每天晚上 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 通过每天晚上的 这个站立和叩头 我们就在获得 阿拉当月 知人主的仆人的 这样的一种品质 而且先知 阿拉当 尤其对于 前定之夜 力量之夜 盖德尔业 带着信仰 并且期待回次的站立 那么他的这个 之前的罪行 全部都被饶恕 这里指的是 这个小罪 如果是大罪的话 需要针对性的去忏悔 比如说你杀了人 你不能希望 我在获得 战立一晚上 就没事了 那要忏悔 而且要这个 如果是涉及到 人的这个 就是你 比如说剥夺了 他人的权利 你偷了别人的钱 那你还是要还回去的 要补偿这个 你所 就是做的亏网的 这个 伤害 但是 所有的小罪 比伊斯尼拉里 都会被饶恕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品质 夜间的夜间拜 非常重要 而先知 阿拉当月 说 如果在夜间 送多了十节 那么他就不会被记录 做哈尔斐令 他就不是一个疏忽者 也就是说 最少要十节 如果晚上 你都没有十节的礼拜 那么你就是一个 是一个疏忽者 你疏忽了 阿拉对你的这个权利 所以如果送多了一百节 那么他就属于 这个 忠诚者 阿拉当月 告诉我们 你们要忠诚的 为阿拉而礼拜 也就是说 坚持不懈的 有这样的一种 认真的精神的 如果是一百节 那么就是 所以如果在夜间 送多了一千节 在礼拜当中 送多了一千节 那么他就是 那就是获得了 巨大的报酬 像 一样多的报酬 这就是这个 非常成功的人 一千节 听起来很多啊 马尚 Allah 谁能在晚上 送多一千节 实际上 从 就是这个 国全章 到古兰经的结尾 到古兰经的结尾 就正好是一千节 国全章 就是倒数第二本 也就是说 你一晚上 如果送多了两本 而如果你背了十的话 两本大概就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过一点 就送多了 也就是晚上 你理了一个多小时的 拜 你就获得了 获得山一样多的回词 其实是不难的 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有很多 无论是过去的人 还是现在的人 都在做到的 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 而即便你背诵的不多 我没有背下那么多 这个结尾 那怎么办 先知 在最早 这个接受到启示 不久的时候 这个盖背的人 应该是PE的人 这两个 中文翻译 我记不得 而 其中 Allah 说 Allah 的确知道 你站立了夜间的三分之二 或者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以及与你同道的一些人 但是这个苏罗 是整个 Quran当中 非常早的一个苏罗 那就是 还没有那么多的 结文被降世了 他拿什么来站立 夜间的三分之二 或者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那也许他不断地再重复 也许他诵读得 非常的缓慢 也许他诵读完了之后 停顿一下思考 也许他扣投的时间 非常长 这个鞠躬的时间 非常长 所以不在于 你背诵了多少 它不是一个 完全的这个 这个背诵的练习 而是一个享受 这个礼拜的过程 所以 Allah 我这里也说 你去诵读 对你在 Quran当中 变得容易的 如果你只会 那两三个苏罗 你就来回重复 那两三个苏罗 但是把它念上十节 然后一百节 甚至一千节 来获得这样 多多的回刺 这是知人主的 仆人的第二个 这个特征 他们离夜间拜 他们为什么要 这样离夜间拜呢 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恐惧火狱 前年在兰州的 一个清真寺里 我跟几个兄弟 我坐近 然后跟几个寺里的兄弟 也是在背古兰丁的兄弟 就是突发奇想 然后我就说 我之前在这个埃及的时候 在西湖三湾的清真寺里 他晚上夜间拜 四五个小时 连续的八拜 中间不出拜 要念四五本的 我说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 我们试一试 一拜把黄家章读完 一拜把英文兰的家伙章读完 那这几个是背诵火烂的兄弟 也是有非常高的志向的 有英文兰 他们就说 只要你站在那领 我们肯定站在那跟 只要你站在那 我们就站在那 好 我们就这样离拜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有个安徽小哥 他就 我们很少这样离过拜 我们这个即便是 四里的塔的位 说实话是很短的 一拜才五分钟 可能三五分钟的时间 一夜两夜就鞠躬了 所以其实你没有感受到 那种长期站立的 对身体的考验 所以我们开始 这样离拜以后 那一拜可能要四十分钟 甚至要一个小时 安徽小哥就特别难受 然后就扭来扭去 腰疼背疼腿疼 扭来扭去 然后好 两拜离完了 然后我看见他 这样扭来扭去的 我就说哎呀 不好意思 确实是很长 要不然你可以坐着离 这是复工拜 你要退出累 你可以坐着 没关系 他说不 我再来两拜 Bismillah 再继续 他还上瘾了 我说为啥呢 他说我刚才想起来了 复生日的站立是五万年 Allahu akbar 复生日的站立是五万年 所以他说 我如果连这点都忍受不了 那我怎么样去克服 这个复生日的恐惧 所以他这句话 当时也对我们 是很大的一种激励 所以这些人 你看他们在夜间 为什么站立和沟通呢 紧接着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为我们 移除这个火域的惩罚 为我们免除火域的惩罚 因为他的这个刑罚 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越是信仰坚定的人 越是坚信后事的人 他越恐惧后事 而越是这个迷雾的人 越是疏忽的人 他越感到安全 这是有一个就是成反比的 一个人越是虔诚 越是优秀 他反而越恐惧火域 因为他更加清楚 这个后事的本质 他更加清楚 这个惩罚的真实性 以及这个惩罚的严厉 先知阿里希 说如果你们知道坟墓当中的人 就是说作恶的人 所遭受的坟墓当中的刑罚 我担心你们都不去埋自己的亡人 就是说这个后事的惩罚 是非常真实的 是非常严峻的 有些时候我们过度于去谈论 阿里希的仁慈 但是这需要有一个平衡 他说 告诉我的仆人们 我是制赦的 是致辞的 的确 而我的惩罚是严厉的惩罚 就是有一种平衡的 所以有信仰的人 他是恐惧火域的 他想起自己人生当中 所做过的那些罪行 曾经的疏忽 丢弃过的那些败功 被谈 侵犯过别人的利益 无益之财 所有这些 他是很恐惧的 因为他都是有后果的 阿里希是多么糟糕的 居身之所 是多么糟糕的一个归宿 而且这些人 另外一个品质 他们花费的时候 既不吝啬 也不挥霍 谨守中道 对吧 Islam在各方面 都讲究一个平衡 他们在花费的时候 也是平衡的 不过多的花 但是也不小气 该花的 我奶奶说 该花的钱 再多也要花 不该花的钱 白送我 我也不要 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 非常这个中正的一种方式 而这个就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 比如说 比如月收入十万的 然后他买了一辆好车 那对他来说 这不是挥霍 他支付的 对他来说 是一个中间的 那有些人 月收入两千块钱 他非要爱面子 一定要买个宝马车 甚至借银行贷款 甚至借钱去 这就是一种挥霍 所以每个人 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判断 但是总之 既不挥霍也不吝啬 谨守忠道 这是知人主的仆人 另外一个品质 这些人 他们不去呼唤 除了 之外的任何人 任何形象 他们 做祈祷的时候 只向 祈祷 不寄希望于 任何的被造物 他们也不会杀人 因为Allah让生命 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他们不会杀人 除非是凭借这个权柄 也就是说 这所规定的合理的方式 合法的方式 比如说 这个一命偿命 杀人偿命 这个死刑是有的 他们也不通奸 所以在这里 就是提到了 他们不去犯这些大罪 呼唤 阿拉之外的任何其他人 或者事物和被造物 这是举办 这是大罪 杀人是大罪 通奸是大罪 他们远离这些大罪 如果做这些事的话 他一定会遇到 非常严峻的一种罪责 他们在复生日 会得到加倍的惩罚 并且会永居于 这种羞辱当中 但是等一下 不要绝望 如果我们曾经有过 在蒙昧时代 没有信仰的时候 完全疏忽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做过这些事情 如果有过举办 有过杀人 有过通奸的 那怎么办 是不是没希望了 是不是就等待被惩罚了 不是的 除了那些忏悔 除了那些忏悔 并且信仰 并且行善的人 这些人会得到什么呢 是罪行的饶恕吗 不仅如此 阿朗说他会把他们的罪行 转变成善行 你曾经杀过人 通奸 甚至举办 其他所有的这些大罪 如果你真诚的忏悔 并且信仰 并且跟随着去行善 就是真的是脱胎换骨 改良自身 变成了一个 心里的这个优秀的 完整的信使 那么之前的这些罪行 阿朗会把它转变成善行 会放在你善行的称盘上 所以谁如果忏悔 并且行善 那么他的确已经真诚的 回归了 这个为什么不断的 要提到忏悔 之后紧接着行善 的确善行 能够消除恶行 这是广书中的另外一节 如果一个人 他在Ramadon月的夜晚 在后十夜 虔诚的这个祈求忏悔 流着眼泪 但是他心里想着 再过几天就到Aid了 节日之后就解放了 我继续抽我的红塔衫 我继续做我这些平时的罪行 我继续去跟我的女朋友 男朋友私会 他如果心里本来就是这样想的 那么他的忏悔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本来就是 想要短期之内 做一个这个 就是说 有时效性的忏悔 他是不会被接受的 因为忏悔的条件之一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决心与意志 我以后再也不犯 这是忏悔的条件之一 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真诚 他的忏悔被接受 他一定要真诚忏悔 并且停止这件罪行 并且用善行去接替他 因为善行是消除罪行的 所以这个一个人 如果他想要真诚的忏悔 他放弃罪行 然后有决心与意志 不再回到那里 并且用善行去替代他 用更好的 用更美好的去替代他 如果你曾经深陷于这种 男女朋友的非法关系 那么去找一个优秀的伴侣 结婚 你看用纯洁的关系 去消除这个过往 如果你曾经 这个有非法的收入的来源 无论是通过欺诈 还是过度宣传 还是利息 还是怎么样 那么你现在消除他 并且用多多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施舍 用善行去接替他 这样的话 你的忏悔就更加容易被接受 紧接着 他们不做伪证 做伪证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就是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那你就不说是这样的 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就不要说 哪怕是为了维护你的家人 还是怎么样 因为命令我们一定要 谨守公道 哪怕不利于你自身 以及你的家人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一定要说真话 所以他们不做伪证 但这里 也有一个意思是 他们不去 这个见证 也有见证的意思 他们不去观察见证 这些没有意义的 虚伪的 或者说浪费光阴的这些东西 你就是看到一群人在那 怎么说 就是说拉是非 东家长西家短 背谈 你不到那去 你不参加 这个就是 你看到一些人在那 没有知识的 往谈阿拉的宗教 在那讨论前定 也不引用古兰经 也不引用圣训 也不说阿拉说 也不说阿拉的使者说 完全就是 我认为 我觉得 我想是这样的 我二舅说是这样的 我三一说是这样的 没有知识的 谈论阿拉的宗教 甚至去谈论一些 就是说 违背这个宗教的 看到一些人在那 否定圣训 不接受圣训 比如说 等等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个信是 你直接不到那去 不参与 我不想 就是沾染上这样的罪责 我不想去影响自己的信仰 我不想去考验我自己 他们不过去 当他们路过一些 无谓的谈话的时候 他们带有尊严的 就是路过 不停歇 看到这些人在那 闲聊 尤其是在这样的 这个尊贵的时间 阿拉马当月 应该争分夺秒的 去诵读福安 纪念阿拉 做导阿的时候 看到一些人在那玩游戏 看到一些人在那 看YouTube上的视频 搞笑视频 你直接路过 你都不停 你都不到他那去 你都不跟他同坐 这是知人主的 仆人的一项品质 这些人当他们被提到 被提醒 阿拉的结文与迹象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 就是说 不会失明 也不会失聪 就是说 不会罔顾 阿拉的结文与迹象 也就是说 他们每当被提醒的时候 每当听到阿拉的哀呀 每当听到 每当听到圣讯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是听到心里去的 是想要去践行的 是有这样的一种 尊重的 而不是有些人听了以后 就 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说 我引用了一则圣讯 我说 阿拉的使者 说 我还 就说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人说 我不同意 然后我忽然就想说 你是谁啊 这样说很不礼貌 但是我特别想说 你是谁啊 就是当我们听到 来自于使者的教导 来自于阿拉的教导的时候 第一反应应该是 我们听到了 我们胡从 我喜爱这个教导 然后我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做到 而不是 我不同意 这个 我不同意 如果是 跟人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你不同意他可以 以摸马里克 曾经指着先知 阿里斯拉的坟墓说 任何人的意见 你都可以不同意 除了他 他的 他给出的教导 你是不可以不同意的 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 他说 我以你的主启示 阿拉以他自己启示 他们没有任何的信仰 除非他们以你 穆肯曼 为他们之间事物的裁决 然后当你做出一个裁决的时候 他们在自身当中 找不到任何的那种烦难 找不到任何的抵触 而且是完全的 百分百的服从 这才是有信仰的人 阿拉的我这里也说 他说 对于一个信使 对于一个信女来说 当阿拉和他的使者 做出了一个判断和决定的时候 他们不意再有其他的判断 他们再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余地了 一件事情 如果阿拉和他的使者 给了清楚的判决 给了清楚的这个教导 你再没有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更好 没有这个余地了 我们要完全的去服从 然后他们这里就说到 他们看到阿拉的迹象的时候 不会失聪 不会失明 重视 以及那些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读啊 说我们的主要 在我们的妻子儿女当中 在我们的伴侣和儿女当中 赐予我们眼中的良爽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妻子儿女 成为我们的心灵的慰藉 成为我们的这个幸福的源泉 我扎了呢 并且让我们成为敬畏者的 这个向导和领袖 那这一点也在提醒我们 如果你想要成为敬畏者领袖 如果你想要获得任何形式的 这种领袖地位 或者说你想要获得任何形式的 这个成功与成就 家庭和睦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如果每天回到家了 以后鸡飞狗跳的 三天两头打架 吵架 摔杯子摔碗 怎么可能成为imam 怎么可能能够在任何一个方面 去这个有所成就 所以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 经常的做这个读啊 让而且你看 这个读啊 他们说 我们的主要 让我们的伴侣和儿女 成为我们眼中的良爽 没有说我们的主要 这个太讨厌了 给我换一个成为我眼中的良爽 就是已经存在的 我现在的妻子 我现在的丈夫 我现在的儿女 就让他成为我眼中的良爽 让我能够喜爱他们的好 让我能够看到他们的美丽 让我能够 跟他们这个愉快的相处 就是一种满足和一种这个 一种这个乐观 然后 在所有这些品质 他们都拥有之后 将会赐予他们 天堂当中的房屋 是由于他们曾经坚忍 所有的这些品质 如果你想要用一个词来 描述和概括 那就是坚忍 他们就是曾经是有耐心的 他们将会在天堂当中获得 问候 以及平安 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归宿 多么好的一个永居之地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祈祷 我的主为什么要在意你们呢 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分量的 就是说 阿拉夫 何必要在乎你们 如果你们不做 对阿的话 阿拉夫 在乎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还在做对阿 这个就特别特别重要 对阿是 先知阿里斯拉夫 说 祈祷就是崇拜 祈祷就是如此 重要的一种 维系 与阿拉夫 这是关系的方式 阿拉夫 命令信 什么 你们的主说 你们呼唤我 我就回应你们 的确那些傲慢自大 而不崇拜 我的人将会卑贱地进入活域 也就是不做祈祷 就是傲慢自大不崇拜 不做祈祷 你就是认为 我自己能解决一切 我有钱 我有人 我有这么多的渠道 我干嘛要做祈祷呢 这就是一种傲慢 而这种傲慢 就会让他最终进入活域 所以一个人要多多的祈祷 说如果不是你们的 祷祷的话 我的主何必要在意你们呢 最后这句话 就是对不信道者的警告 你们的确已经说好 你们的确已经 这个 这个没有信仰 所以你们会获得 这个最终的果报 整个这一段 包括对于 对于这个知恩主的仆人的描述 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蓝图 让我们去培养这些品质 通过这些 通过培养这些品质 更加靠近 阿拉 而当我们更加靠近 阿拉 你就能够获得 最终所提到的 你能够成为敬畏者的相同 对吧 你能够获得天元当中的回刺 你能够获得一种心灵的平静 以及心想事成 生活的顺利 各方面的这个成功 所以在 阿拉 马 端 月的 尊贵的这后十个夜晚 我们不仅是在行为上 外在的行为上 要去改善 内在的这个 感悟 内在的态度 整个的人生的这个规划 都要改变 就说假如说你家里 有一个水管破了 然后这个水管一直在漏水 导致墙现在湿了一片 你解救它的方式 不是说我把这个墙刷一下 那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湿的 但是有些人他在 罗马 端 月里面 晚上礼拜 白天风斋 内心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就像是在刷这个墙 他就只是在改善外在 但是罗马 端 月是为了 让我们改善内在 以便我们之后能够坚持这种 就是罗马 端 月的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的成果之后 是要保持的 而不是说每年只有这样一个月 这个 忽然一下子特别高涨的情绪 忽然一下子特别勤奋 而是要尽可能的去保留 哪怕不能保留到同一个层次 起码保留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罗马 端 月 你每天晚上 比如说你二十拜 八拜的夜间拜 那起码在罗马 端 月之后 你脸上两拜的夜间拜 就拿个最小的这个做个例子 就说这些习惯 你哪怕保持它的一部分 也是好的 在罗马 端 月你天天风斋 在之后可不可以每个月风三天斋 或者更好的话 每周风两天斋 就把这些习惯 尽可能的保留下去 而保留它的方式之一就是 而且有些学者说 如果你在罗马 端 月之后 这些行为仍然有所保留 你的确看到 在这个月份之后有了成长 相比去年是有了一个 恒定的这个进步 那么这就是一个迹象 说明你罗马 端 月当中的功课被接受 否则如果你之后完全回到了 打回原形 跟原来一模一样 那就是一个迹象 说明你在罗马 端 月的行为 可能就被浪费了 所以我们要重视 在最后这几个夜晚 也要发生内部的内心的改变 更加这个向往后视 更加淡泊金事 更加喜爱 更加顺从 更加谦卑 更加勤奋 然后更加专注 免除很多的干扰 远离很多的干扰 然后目标明确的 去向这个目的地进发 人生的旅途其实是很短的 死亡之后的旅途反而是很长的 为了那个 为了在死亡之后的这个旅途 能够轻松一点 我们就要 现在就准备好 行装和这个盘缠 中国的阿虎们爱用这个词 盘缠 这个就是旅费 要准备好旅费 否则到时候路上 你会非常的艰难 曾经有这个圣门弟子 在晚年的时候 就经常都哭泣 然后人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经常哭呢 他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旅途非常的长 而我的这个盘缠非常的少 所以他为自己而感到担心 所以 让我们有正确的知识 正确的理解 能够践行这些知识 然后能够增加自己的善行 并且 能够在这些善行当中 有真诚的举意 并且遵循顺呢 能够获得 阿拉斯帕阿拉的喜悦和接受 祈求阿拉斯帕阿拉宽容我们 在最后的这十个夜晚 饶恕我们之前所有的罪行 的确 他是饶恕的主 他喜爱饶恕 所以我们祈求他饶恕我们所有人 也不要忘记 在最后的这十个夜晚 多多的为 这个 自己 家人 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 所有 这个你所关心的 喜爱的人 作对阿 并且 我们 祈求阿拉斯帕阿拉 让我们获得今时的美好 后时的美好 保护我们 免遭活跃的刑罚 祈求阿拉斯帕阿拉 改善我们的信仰 因为那是我们 一切事物的保护 改善我们的今时 因为那是我们 生计的来源 改善我们的后时 因为那是我们 最终的归宿 祈求他 让生命成为 我们一切美好的增加 让死亡成为 一切伤痛的终结 让我们成为引导者和被引导者 以信仰装饰我们 让我们喜爱信仰 让我们自动悟逆 让我们的心中始终怀揣着敬畏 接受我们今天的学习 把它记在我们的善行当中 并且在后世给予我们回赐 让我们在后世能够成为 这些不经任何的清算 不经任何的惩罚 就能够轻松的顺利的进入乐园的人 在这个线上的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时间非常紧张 所以没有问答环节 我们这个学习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感谢大家的参加 如果大家有受益 是来自于阿拉的恩典和他的辞命 如果有说的输漏的地方 是我个人的不足 还是他的侵扰 大家关注这个WhatsApp群和Telegram群 就能够收到之后的课程的通知 就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为止 سبحانك اللهم وبحمدك أشهد ولا إله إلا أنت أستغفرك وأتوب إليك وصلى الله وسلم وبارك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جمع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